李胜素是近年火焰在经济舞台上的优秀青年弹者演员 他一足梅态文武兼备 代向好细路宽 台风端正大方 嗓音轻让圆润 是一位先天条件优异 而后天又刻苦努力 难得的艺术人才 李胜素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这位农家女 她从小是爱天气爱唱气 十三岁的女孩 离开了家乡邢台地区 百湘县的大王庄 到了省城考驻河北省技术学校 如愿以偿学了京剧 启蒙老师齐兰秋 教会了她武家坡的王宝山 她模仿老师的唱面 脚步举手投足 齐老师感到了 这个普世人的农家女儿 很有力气 于是又教了她一出 昆取花旦气 春香冒雪 扮演以她性格酒席 活不顽皮的小春香 另一位教舞诞的老师王凯 给她说了护家装 护三娘 批靠直脊 越马横腔 好不威风 这出戏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四小名单之一 姓德州的代表作 孙老师也在该校指教 近水楼台 李胜素得到了这位老艺术家的指教 轻衣为主 兼演花旦五旦 李胜素比其他同学付出的多 学道也多 七年的磨练锻造 显现出她不凡的气质和冲重的才华 毕业后 她被分配到邯郸市京剧团 为剧团的主演 九龄岩调住了山西省兴许院 在山西省兴许院 李胜素除了演出梅派名剧 她还排演了海事 京卫田海 京武园等一些新创剧目 特别是在梅泰宁家刘元彤老师的指导下 还演了近年京剧舞台上少见的大型剧目 孟立军 显示好年李胜素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为师 他向刘老师学了全部白蛇传 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 此剧成了李胜素的保留剧目 在这一年里他以林锦锋一剧获得了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的优秀表演奖 九一年他以红线道合一剧荣获了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的最佳表演奖 九五年对于李胜素来说是一个辉煌之年 在这一年中他获得了中国戏剧美 九七年可以说是李胜素的幸运之年 金玉连连光顾这位颇具实力的青年演员身上 因台湾有关方面的邀请 李胜素与中国经济院合作赴台演出 在以国家级剧院的排列演出中 他得到了一次学习提高的赢金 我们现在排这个戏呢是空门潮的 空门潮呢是我们这次各月份到台湾演出的节目之一 李胜素呢是第一次和我们中国经济院办法团合作 从冬天我们开始除队 一直合作就不行了 内行人士呢 他说他的表演是以重落轻 就是很轻松很流畅 文的舞的不成功 这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就是在年轻的演员里 特别是学美的演员呢 有这么好的基本功 有这么好的这个舞台经验呢 应该说是 很不多见 我们觉得呢 人才流动 这个是一个 重新经济的一个好确实 我们想也复复的能够 做得更好一点 更能排出一些的好技能来满足 李胜素同志呢 我很早不认识他了 因为他是从河北省 医术学校毕业的 但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呢 都在那当 担任教师 这几年来吧 也就是说 从去年到今年 他对我们中国经济院呢 就是 很支持很关注 因为我们这里呢 演员呢 明时身体不好 演出呢 已经都 广告都出去了 跳也买了 但是明时生病了 那么 那胜素同志呢 就是 救场如救火 把我们中国经济院的演出呢 完全非常出色 而且呢 特别 值得我钦佩的 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就是胜素同志呢 他不计较名利 不计较台位 就是 热心的 毫无考虑个人的得失 来救场如救火 所以 从我们中国经济院 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是非常感谢胜素同志 对我们经济院工作的支持 李胜素是首次到台湾亮相 第一篇 他在于葵志主演的野猪林中 扮演林娘子一炮而红 相继 他演出了奉还朝 四郎汉姆 大灯殿 连锦峰等 聚货好评 尤其是他与袁世海先生的弟子杨翅 演出了全部霸王别姬 反响强烈 李胜素 那亮丽俊美的扮相 优雅滑贵的气质 情真义切的演唱 悲壮婀的舞姿 如不给观众 以美 年过三十的李胜素 又一次走进了学校 当起了学生 我们来听一听 他的班主任张关正老师 对这名学生是如何评价的 说到李胜素啊 我记起来好像还是十年前我认识他了 那是在第一次全国青年金居电视大赛当中 他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当时他还名不见经传 但是我们当时说好像从哪儿有这么一个很优秀的这么一个霉派的青年演员 觉得他一定前途无量 那么事隔十年 现在李胜素已经成了霉派再传弟子当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青年演员 那么前不久啊 他考上了第二届中国金居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班来深造 在我们这第一阶段的学习当中呢 他继续向他的老师梅宝九江洞山这些老师请教 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 虽然说入校的时间还并不很长 但是呢 已经看到他从素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当初呢 在山西的时候呢 我跟梅二师江老师的学习呢 是机会比较少 那么自从我考入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班以后 这种学习机会的就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这段学习呢 不光是从艺术上和畅销上有所进步 那么我觉得从理论上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我想呢 利用这三年的时间 把我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利用起来 来封锁自己的义务修养 那么我想呢 从这三年的当中呢 我想拿我最好的成绩来向各位观众 所以会报 人生有限 学问无穷 这是国画大师刘海素的名言 三年的时光是短暂的 又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学问 只有付出超长的艰辛和努力 我们预祝李胜素三年之后 向热爱京剧艺术的广大观众 交上一份满意的法权 我们相信 季中平原飞出的这只金彩缝 一定会在艺术天地之间 迎着朝霞伴着彩虹 天天起舞 赞翅翱翔 哈喽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的京剧微信公众平台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选择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选择添加朋友 然后选择底部的空中号 然后输入京剧668 京剧P1668 然后点击搜索 然后点击京剧名段大权 点击关注 然后再点击底部的京剧名段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研究院 京剧名段大权 每天为大家推送一些京剧名家名段 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呢 玉奎智老师的剑干喝变 我们每天都为大家免费推送 这些都是免费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